女子被兩名救護人員 抬上救護車 看起來腳不受傷 帶來看現場畫面 原來這名女子 在台北市萬華區西昌街一帶 從事不法工作 為了躲避警方查氣 竟然從二樓跳下來 當時台北市萬華分局 執行進程掃黃專案 警方來到西昌街一帶 上門查氣時 竟然有三名從事不法工作的女子 見到警方來了 趕快從二樓跳下企圖逃逸 三人中一人左腳腳趾骨折 送醫治療 而這次警方查氣成果 查獲了負責人等四人 以及51名從事不法工作的女子 還有12名消費男客人 工作女子和消費男客人 依受違法採處 至於負責人等四人 則是妨害風化罪送辦